莫绍 夫人她又走了 作者 围城 演播 田小莫 莫生 天诺 后期制作 悠悠 第二十三集 林玉柔家的大厅里 请雅雅跪在林玉柔跟前哭得梨花待遇 玉柔 你这次一定得帮我呀 玉柔 行了行了 你别哭了 没点出息 林玉柔慢慢吹着杯子里的咖啡 一点也不顾快哭得断气的清芽芽 我先醒了 她想吃我们家鱼死地呀 林玉柔继续吹着杯子里的咖啡 莫不作声 莫天行是真的很 清芽芽不过踩了宋燃一下 第二天就有人说 庆市公司偷税贿赂市长 紧接着 上面来人调查 庆市集团不住一个礼拜 并宣告破产 如果被莫天行发现 林玉柔对宋燃做的那些事 林玉柔不敢往下想 我也不是不帮您 可是你仔细想想 这一切都是因为谁 清芽芽停止哭泣 瞳孔忽然放大 是宋燃 都是因为宋燃 自己的父亲才会躺在病床上 清芽芽爬到林玉柔面前 抬起遭遇枯花的脸 玉柔 你告诉我 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呀 自然是去找宋燃呀 你求我有什么用啊 说完 林玉柔便端着手里的咖啡上楼去了 清芽芽擦擦眼泪 从地上爬起 心里仿佛做了一个什么决定 而此时的宋燃 因为手上的伤又进了医院 宋小姐的伤病无打碍 只是一个星期之内不能碰水 莫天行听着医生的话 心里生起了一丝怒火 这个女人 一离开自己的视线就会出事 出了医院 宋燃小心翼翼地跟在莫天行身后 像一个犯错的孩子 莫天行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出现 宋燃怀疑 莫天行在自己身上安了一个摄像头 回到家里 宋燃走出浴室想要洗个澡 却又碍于手伤有伤 只能做罢 莫天行看他进了浴室又出来 一把将宋燃抱进浴室 吓得宋燃哇哇大叫 啊 莫天行 你要干什么 你放我下来 莫天行完全不理会宋燃的挣扎 一手摁住宋燃 一手给浴缸放水 水放好后 莫天行帮宋燃脱衣服 看着宋燃誓死如归的表情 莫天行戏虐一笑 怎么了 你还害羞啊 宋燃憋过脸 不敢直视莫天行 他们虽然早就熟悉彼此的身体 可是帮他洗澡 宋燃还是放不开 煎熬了二十分钟 这澡总算是洗完了 不知道是热气熏的还是害羞 宋燃白净的脸上染上了一片红晕 莫天行看着宋燃娇羞的模样 忍不住心里一动 把他抱回床上 身子压了上去 宋燃累了一天 还被莫天行折腾一番 很快就睡了过去 宋燃 你出来 宋燃听见模糊中有人在叫自己 他翻了个身继续睡 宋燃 声音越来越清晰 宋燃从床上爬起来 拉开房间的窗帘 大门外 有人闹着要进来 宋燃揉揉眼睛才看清楚 是庆压压 宋小姐 王妈在外面敲门 宋燃打开房门 宋小姐 那天在商场里林小姐旁边的那位小姐 哭着闹着要见你 让她进来吧 好的 宋燃换了身衣服下楼 刚下楼梯 庆压压就扑过来 宋燃 我错了 宋燃莫名其妙地看着庆压压 我错了 宋燃 我真的错了 你让莫天行放过我家吧 求你了 宋燃 莫天行做了什么 莫天行他 他 他把我们强毁了 宋燃心里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 你那天踩着我手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放过我呢 真是可笑 宋燃不是心怀天下的圣母 她并不打算原恋庆压压 比起手上的伤 宋燃更在意那天两人的恶语相向 被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小三 宋燃虽然表面平静 实际却心如刀割 曾经纯洁无瑕的宋家大小姐 被人当街骂小三 无疑是将她宋燃的自尊 放在地上践踏 我真的知道错了 宋燃 我又不敢了 我求求你原谅我吧 原谅 不可能 宋燃撤开庆压压 抱住自己大腿的手 双手还凶 毫无动容地 听庆压压鬼哭狼嚎 耗了二十分钟 宋燃觉得太阳穴秃秃直跳 便叫王妈送客 庆压压 竟宋燃毫无原谅她的意思 撇着嘴 三步一回头地走出了墨家 走出墨家大门时 庆压压暗自捏紧了拳头 眼里似乎多了份决心 送走庆压压 宋燃悠闲地吃了个早餐 过了大半个月 宋燃手上的伤终于好了 和墨千行说好 伤好后继续看望母亲 所以吃过早饭 宋燃就坐上了去医院的车 这回除了司机和王妈 副驾驶还做了一个保镖 墨千行真是在乎宋燃 在乎得紧 生怕她再出半点意外 宋燃对于墨千行 这番安排也默默接受了 毕竟她还想多活几年 等到母亲醒过来的那一天 宋燃在车上闭目养神 车子顺着蜿蜒的山路前行 开出市区 宋燃就又被蒙上了眼罩 自从在机上逃跑被抓后 墨千行十分谨慎 并不愿意让她知道 母亲所在的地方 怕她抓住机会又跑了 到了医院 冷不定人看见墨千行也在 宋燃微微诧异 表面却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来是为了告诉你 只要你母亲好好的 就乖乖地待在我身边 哪也别去 墨千行凑得十分近 灼热的气息喷在宋燃的耳边 声音带着一丝魅惑 旁人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 看见两人如此亲密 还眼嘴偷笑 宋燃咬了咬牙 他真是轻敌了 自从宋燃被绑架后 墨千行变得十分温柔 处处替他着想 他差点就忘了 墨千行已经不再是 从前那个温暖少年了 他现在是逼迫他签合约的恶魔 是和他有着家仇恩怨的宿敌 收起心里的自作多情 宋燃抬眸 这话你要说几遍 墨千行邪魅的笑容忽然收起 他伸出食指 挑着宋燃的下颌 眼里透着浓厚的危险气息 缓缓说道 你知道就好 从医院看完母亲回来 宋燃和墨千行同坐一辆车回墨家 宋燃将自己坐在角落里 和墨千行离得远远的 墨千行看宋燃 刻意和自己保持距离 心中十分恼火 于是点燃了一支烟 开始抽起来 宋燃十分讨厌烟味 从前墨千行为了他烟酒不沾 现在看他吞云吐雾的熟练架势 宋燃忍不住挥挥手 试图驱走车厢里飘荡的烟味 墨千行健壮 猛地凑到宋燃面前 朝他吐出一个大烟圈 似乎还先不够 又拖住宋燃的后脑杀 毫无征兆地亲上去 重重地咬了一下宋燃的舌头 宋燃吃痛 一把推开墨千行 气急败坏地叫道 墨千行 你无耻 墨千行发出一声痴笑 眼睛望向窗外 游游说道 宋燃 这是你欠我的 爹